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因为孝顺 所以进一步还要帮助往生的父母 离苦 超度 所以除了感恩纪念 那佛教更提出了更多的方法来帮助 众生都有轮回 轮回的友情 无一不做过我们的父母 所以由孝顺而变成慈悲 由慈悲而愿意去大慈大悲 也愿意大慈大悲 所以如何圆满慈悲 那就要成佛 那为了要成佛 一定要发起为所有众生 乃至也愿所有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那有了菩提心 我们生命就有方向了 所以一定要深信因果 一定要断除自己的贪嗔自我质 一定要发起为众生的四红四愿 也一定要实践种种的波罗蜜 愿自己的三善根 所谓的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都圆满 这样才能够真正去孝顺众生 当然理想非常圆满 但是我们必须从自己的父母 去成为我们羞耻辈心的对象 因为我们对父母才有那种 真正的报恩的心 因为一个正常人 都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 愿意去孝顺 报恩照顾 就像我经常去医院 都是年轻人在照顾的老人家 这个是世间最圆满的 那我们除了孝顺自己父母祖先 更要这样发愿来 当愿所有众生 指父母祖先 借得离苦得乐 往生净土 成就佛道 特别后面这个成就佛道 所以佛教徒每天就在看着佛陀 看着佛陀 那目的除了感恩佛陀 也就是要进一步学习佛陀 成佛度众生 那这一点各位一定要 永远像呼吸一样的 定在你的内心里面 这是生命唯一的意义跟价值 那当然为了要成佛度众生 发起这种悲心菩提心 那我们就要开始精进的去磨练 所以这个磨练就是第一个 你要降服你自己的烦恼 所以让我们的这个 我执法执不升 进一步还要升起 对所有众生辨知 帮助众生方法的智慧 不然有慈悲心 那你还有烦恼就没办法 虽然有慈悲心 就像你看到你儿子掉到大海里面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也没有能力 只在那边哭 在那边叫 就活生生地看他死掉 这样也不严瞒 所以但是要帮助众生 要有这个智慧 更要有不舍众生 愿意跳到土 大海里面去救的 这种慈悲的力量 所以对内要降服烦恼 开发智慧 对外要开始去慈悲众生 当然众生百百种 对你好 骂你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做好事也被骂 不做事也被骂 做事也被骂 无论如何 但是不能因为对方 对我们的毁谤 甚至今天你要 行不上到 我要有一个女生爱上你 这也会伤害到你 一个男生多看你两眼 你有起心动念 所以你要知道说 这些都是不圆满的 因为我们对对方 只有一个心态 那就是愿他成佛 所以绝对不能在众生身上 要找到自己的欲望的快乐 金钱的快乐 所以因为只有一个想法 愿他成佛 也不会爱上他 也不会讨厌他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这样日子很难过 你不喜欢他干嘛跟他讲话 那你讨厌他为什么要跟他讲话 就像一个女孩子 今天他没人爱了 他就觉得很痛苦 甚至想要自杀 他崩溃了 所以他所爱的对象 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没办法接受 那事实上这个都是 有所求 所以佛法真殊胜 在保持这种 不染灼一切 不执着一切 但是充满了爱 充满了悲心 就像天上的太阳 所以很多人 因为我以前在家 喜欢念这个太阳经 里面有学一句话 就说太阳每天照着我们 没人理他 甚至还能指着太阳马 今天太阳那么大 但是没有对他感恩 还有骂他 甚至很少人在拜太阳 这个拜就是感恩 所以就讲出了太阳宫的心声 这个就是菩萨的精神一样 时时刻刻 时时刻刻 一直在关心的众生 众生不认识他 骂他 把他当卡通一样 所以 但是太阳是如此 树也是如此 海水也是如此 土地也是如此 甚至对佛陀来讲 相信佛陀的不多 利用佛陀的更多 但对佛陀来讲 他永远不舍弃 永远只有一个心态 悲心 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 你就要去想 我是学佛的人 现在这些环境来了 烦恼来了 欲望来了 那你是不是还可以保持一个 念一下 因无所住 不爱然也不执着 也不舍弃 和生其心 所以不能凭着感觉走 但是却要凭着空性 悲心而动 要保持在这种状态 而不能说 因为喜欢 所以我才来 因为讨厌 所以我不想要 如果我们有这些情绪 觉得有一个我 设受想形式 这个受 或是你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在满足自己 那就是佛教所要打破的 我执邪见 无明 所以我们必须要 时时刻刻一直提醒自己 虽然我们每天 对外界在接触 但是在这个接触的过程里面 你从接触的过程里面 去了解自己 有没有保持在 这种无分别的正念 有没有保持一个 不退转的悲心 所以就像我们想到爸爸妈妈 那你要马上想到 所有类似的父母众生 为他们而尽力 所以也不能忘掉 自己活得的目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 愿意发菩提心 甚至有很多菩萨 受了菩萨戒 我昨天看到网路 我们法谷山 办了传菩萨戒 世界各地来了 将近一千四百多个人 非常整齐 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 所以有人愿意受菩萨戒 太好了 甚至里面有一个中年人 所以法师问他为什么要来参加 因为他爸爸妈妈老了 然后他慢慢带他爸爸妈妈学佛 现在他爸爸妈妈也愿意去受菩萨戒 要吃素 要帮助别人 这是他生命最大的快乐 所以他从澳门陪着他父母 一直照顾他父母 愿他父母能够受完菩萨戒 将来就可以有生命的方向往生净土 这样孝不孝顺 这个最孝顺 像我们没办法在父母在的时候 也没办法让他去受菩萨戒 所以要劝他真心的相信佛法 还是难度很强的 所以各位要这样的去希望 自己也希望 所有老人众生都能够对佛法生起 愿成佛的决心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父母发菩提心 我们要父母祖先超度 那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念一下 一指得道 九弦七祖尽超胜 那我们就要安坐在菩提心里面 所以时时刻刻让自己深口意 保持在于这种圆满菩提心 圆满菩提心 这个才是大孝顺 大慈大悲 所以让整个世界 那么因为你而发光 所以一个菩提心的人 所圆的不是光 所谓的六道众生 花草树木 无情众生 所以所有地方都希望他们交通安全 天气好 今天天气好不好 所以花草树木 所有的水 所有的风 我们今天办法会 外面这么多菩萨在做生意 念一下 愿生意兴隆 因为他们在卖花 卖香 而且没有在卖肉 卖甘蔗汁 所以卖蔬菜 所以你要生起这个 水洗心 我这一点一直强调 因为我发现 很多菩萨 我要去参加法会了 旁边什么人我没想像 目不相干 所谓空性是 你跟整个世界法界 一只蚂蚁 一朵花 一阵风 都跟他有关系 这个才叫空性 大卑性 这个世界 凡是一切的 缘起的存在 都跟我有关系 这个叫缘起 性空 因为离开这个外在的 缘起的一切存在 没有我单独的存在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我 世界才是我 众生才是我 所以要让世界都清静 要让众生都成佛 这才是生命唯一的意义 各位要一直去思维这个 不然的话 我发觉有些人 当他给他一个事情的时候 一个利害关系 他脑筋就卡在那边 他就很少去思维佛法 所以这些 这些世间的千百亿变化 这些缘起的一切 你要马上用你的心 去跟他相应 各位走到海边 各位晒到太阳 各位看到人 各位看到鸟 所以你马上要去思维 在佛法上 我跟他什么姻缘 所以我对他 希望所有开车都平安 所有老人都平安 等等 所以我这样说 当然 就像每次都有人找我 师父 我等一下单独找你 什么事什么事 那我就跟他说 事实上 不用太依赖法师 因为法师在台上所讲的 以及带着大家一起做的 都在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解决你的问题 最好的方法就是 忘了你的问题 虽然你现在在生病 现在你有一点失业了 你不要去找依靠 你就赶快去关心别人 生意不好 那你要多一点时间 去关心别人 做义工 这样就好了 所以生病 生病来自于业 你好好忏悔 业来自于心态 那你就用一个圆满的心态 所以佛讲的一种悲心 你念大悲咒 念波日心经 用这样圆满的心态 来引导你的心 消你的业 让你的缘心在主感动 超度了 因为你改变了 所以那这样你就会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那这呢碰到好的因缘 但是不要依靠 所以不然呢 这个世间 一切都会变化的 哪一天这位法师告诉你方法 结果你越来越生病 世上也不见得这个法师错啊 或对啊 只是你就会怪 哎呀 我给你找他都不好啊 我捐钱也没用啊 因为你不懂得佛法的根源 修行不在意 有时候我都 曾经有一位人找我 师父啊 我生病病了要死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 我也生病 你要救我吗 所以我旁边很多人生病 那当然呢 我这个人比较直啊 病的原因 来自于我们的无名 那你就透过生病 就好好的去思维 按照佛教去思维 现在生病不用上班 多好 没有人会要求你上班 你就赶快利用生病 好好地来思维 反省 来修行 我想就像有人跟我说 师父 我腰不能动 我躺在那边念经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佛法在你心中啊 当然不是说你好好的 故意要躺着 现在你生病了嘛 所以任何时间 佛法不离开你的心 就好了 就像刚刚开始 我们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这个人喜欢念很慢 然后我看过佛陀的传记 哎呀 佛陀太伟大了 所以当你意念 南无真华长老 哎呀 我亲近真华长老那么久 如需长老 他们的这种功德 他们这种悲心 甚至为人类所受的灾难 所以这些老和尚 都是来承受众生的灾难 共演的 但是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一个 菩提心 菩提心才是生命 那这要往生之前也要问你 你还怀着菩提心吗 你要守着菩提心 所以 因为他们认为菩提心是唯一的生命 所以 那你去想他们的德的时候啊 那来鼓励自己 而不是光赞叹 光赞叹 然后自己也不想做 佛陀不生气 你干嘛生气了 佛陀不骂人 你干嘛骂人 佛陀没有嫉妒心 你怎么会有嫉妒心呢 所以 有时候当然你 看到很多 美其名叫佛教徒 他做了一点都 跟佛教没关系 各位 要想 那也是我们生气 悲心的对象 一个人要掌握佛法 精髓 很困难的 他来参加法会 是有所得的 所以 可能在家里无聊吧 可能是怎么样 哎呀 他没有办法 看到那个真相 所以 对他来讲 好可惜 那对我们来讲 就是多一个慈悲 回向给他 就像各位刚刚在点灯 希望他 开取智慧 所以 每一个因缘 你要利用他来 来调伏自己的内心 因为我们的心 又离开了佛法的 那个部分 所以 顺境的时候 我们学习 逆境的时候 我们生起了 出离心 警惕心 所以 惭愧心 对方的不圆满 都跟我有关系 所以 佛法 是 究竟的 当然 不离开世间 利用插花 可以度众生 利用做医生 可以度众生 但是 不要活在世间的技巧 有些 有些 曾经有菩萨的 问我师父 我那个弄得怎么样 我说弄得很好 但是我有时候 心里的滴滴咕咕 他心里还不漂亮 你把外界 弄得这么漂亮 你把花草树末 弄得那么庄严 但是你内心 不庄严 这好可惜 你把阿弥陀佛 唱得这么好听 但是你内心里面 好像不在极乐世界 所以 这个就 离心外求了 我们在追求一个 一个外在的表象 这很可惜 但是话要讲回来 谁了解自己呢 这个世界最难的 什么叫空性 空性就是 客观的看自己 叫空性 不是主观的 看自己 我要 我不要 所以一个人要达到 这种客观的 看自己 也很困难 就像我现在在讲话 老师说 我变成两个人 我在听这里面的声音 我在听这里面的内容 我一直在听 这样讲对跟错 我的知识 我的眼神 我的一切 我都一直在盯着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 你不要把那个感觉 当作我 你把感觉当作我 就像一个爱发脾气的女人 她失控了 起笑 起笑 爱得要死 恨得要死 所以佛教讲 你这个决性 是你生气了 你知道 因为那个不是我 生气那个不是我 贪心那个不是我 现在 这个身体不是我 声音也不是我 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里面 没有一个是我 所以 那不是我是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佛性 它是一个觉性 我看它看得很清楚 所以 而不会被环境影响 但是我们要透过这个修行 当别人突然侮辱你 有一点不舒服 不舒服 那个时候 魔性又起来 你要知道 当你看到一个很漂亮 很喜欢的 你要知道 我又起心动念了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你的心才是你最好的善知识 但是如果你 真的没办法 那你一定要亲近善知识 真正 真正你观察过 了解过 并不是说 它很出名 不是 而是它真的有一颗 稳定的心 像佛的心一样的 清静 对众生有慈悲 这个是你 确实观察过的 那你可以去 跟它学 但是你跟善知识学 那有时候啊 我发觉很多人很难 他只是把善知识的话 参考参考 你给他讲一 他还是继续在做他的二 没办法 所以我师父常给我说啊 反正对每个人 他都跟他说 但是有些人啊 很难 刚强 难调 所以我最高兴的一句话 是我师父碰碰我的手 海涛 你还可以 我师父 轻轻讲一下 我就 我就会疲痒了 这样 赶快赶快 赶快调整 就像佛陀说了 骑马的主人 鞭子拿起来 这只马就知道 要怎么跑 它不用 啪打在他身上 所以各位 你要 这样子把自己 交给佛啊 那么阿弥陀佛 交给你的师父啊 可以 但是我们讲的是 心态 所以 念一下 以佛心为己心 以师志为己志 所以 我们学佛 是为了 掌握圆满的菩提心 那这个师 这个老师 这个上师 这个师父 他也是佛心 所以 他显现 佛的行为 佛的事业 让我去做 可以了 以师志为己志 但是我发觉 现在有一个问题 很多人 以师志为己志 猛冲 却离开了 佛心 你的上师 你的老师 你的师父 他不是一个菩提心 你要小心 那你 你这样就 依人不依法了 这是现在的末法 很多人跑来 跟我说 哎呀师父 我对佛教 没希望 那我才觉得 因为你的 我是用对方的佛心 而不是他 因为这个老师 有可能哪一天吃肉 还俗 对不对 退转 所以就像一个女人 她用她的生命 去爱她的先生 她觉得她先生 对她很好 结果哪一天 她发觉她先生 外面有女人 哇 她崩溃了 这个 不是 对方对错的问题 是你的心态有问题 因为 你是一种执着 各位要记住 记住 他不是真正在 学习他的法 他只是执着 那这样对你 会有很大的伤害 因为你根本 没有把法 用在你心上 如果有一个人 在法在心上 他是独立的 他不依靠的 而且呢 他是平等的 因为 我师父才给我 讲一句话 今天你去拜佛陀 是让我们学习 所有众生身上的优点 这个叫学佛 如果你学佛 而看不起其他宗教 如果你学佛 而看不起其他人 那你就白学佛了 所以 我按照我的师父的讲话 去跑监狱啊 跑社会啊 原来监狱里面 这么多佛 念下来 众生皆有佛性 所以对方的优点 你找到了 所以只是他还有杂染心 因为他是个受刑人 他是个精神病患 但是你仔细观察 你要学他的优点 这样你才不会以感情化 来这种偏执 去想要抓住什么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 充满了很多 他们叫邪师 甚至修行的团体很大 但是之间却没有那么正确 各位要在这一点上面 要自己要很冷静 很冷静 所以不然的话 你的心 因为你不知道 你在学什么 重点在哪里 那当然 怕自己不圆满 最好的方法 以我们的佛教 多看佛经 多听佛法 那自己的因缘 好不好 要看自己 福报够不够 如果你福报不够 那就没办法 所以为了修福报 各位要经常供养三宝 为了修福报 各位要经常去 慈悲众生 所以我们今天来参加清明节 不要光畏自己 不要有个人动机目的 因为你要一直告诉自己 我是为众生 虽然我是出家人 我不会喜欢讲 请你护持我的道场 请你护持我的想法 如果我这样有分别心 那我就离开佛心了 所以我们只是觉得 今天我是一个 不分在家出家菩萨 我要做的是 这个社会 有需要帮助的 有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我们都跟他学 天主教的优点在哪里 基督教的优点在哪里 一个老人家 一辈子不生气 不懂的字 他的优点也是我们学的 而不是说 你是佛教徒 我才要学你 所以我在这边 虽然我们很喜欢 亲近法师 但是请各位不要迷信 也不要执着 因为我们是从这个点 学佛看到众生的优点 而学习它 而不是依赖它 你这个人就像刚刚讲 一个女人 我这个老公很孝顺 所以我来爱她 那你根本没有爱自己 她孝顺是她的事情 但是你如果去依靠她 一个孝顺的人也会有邪淫 如果她碰到了一个女人 是她上辈子的妈妈 那你怎么办呢 她继续孝顺 因为生命有轮回的 所以这一点要 要非常非常的冷静 所以多念佛啊 祈求三宝加持 这样会比较圆满 念一下 我想念佛最好的方法 就是实践这个佛的悲心愿力 地藏菩萨